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在视察78集团军时强调 创新集团军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方式 全面提高部队备战打仗能力 习近平向2023年浦江创新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论述摘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 引发热烈反响 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 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强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 第18次峰会第三阶段会议 李强分别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英国首相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 完成全要素彩排 摩洛哥强烈地震已造成2000多人死亡 阵后搜救行动正在紧张进行中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号到78集团军视察 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创新集团军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方式 全面提高部队备战打仗能力 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上午9时30分许 习近平来到78集团军机关 78集团军 军长张帆 您好 我是78集团军政治委员张晓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该集团军官兵代表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首先指出 前段时间我国的花北东北 遭遇极端降雨 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 我们解放军武警部队 文令而动 永挑重担 迅速投入防训抗风救灾工作 全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展现了子弟兵良好的形象 习近平对78集团军调整组件以来 部队建设和遂行任务情况基于肯定 他强调要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量和水平 加强重难点刻目专攻精炼 加强心智战斗力建设 加强所属作战力量 作战单元 作战要素 融合集成 有机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习近平指出 要全面加强部队党的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 全军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 要坚持不懈抓基层 打基础 严格部队教育管理 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要精心组织实施第二批主题教育 着力解决部队发展瓶颈问题 积极主动为官兵排忧解难 不断开创集团军建设新局面 张又霞等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 9月10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2023年浦江创新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科技创新是人类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促进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将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不断加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力度 持续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 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同各国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希望浦江创新论坛坚持以创新为主题 启迪创新思想 传播创新理念 激励创新精神 为推进国际科技合作 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做出新的贡献 2023年浦江创新论坛主题为 开放的创新生态 创新与全球链接 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当日在上海市开幕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论述摘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 工会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党的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 开创了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围绕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利益高远 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 科学回答了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一系列 方向性 根本性 战略性重大问题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和工运学说 对于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团结动员亿万职工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八个专题 共计240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号 至2023年7月7号期间的报告 讲话 说明 贺信 回信 指示 批示等 7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总书记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谋划了新蓝图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奋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 东北的振兴发展 总书记指出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根基在实体经济 关键在科技创新 方向是产业升级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让大家深受鼓舞 G01号卫星星座建设 正在加紧推进 新卫星正在进行发射前的准备 辽宁大连最新一代 节能环保星集装箱船 正在进行行前调试 黑龙将全力推进 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 把握新机遇 大家正忙着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塑造发展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快传统制造业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改造 我们要把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 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 常态化举措 坚持创新驱动 培育新动能 引领带动全省工业 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更加坚定了我们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与决心 常光卫星已初步建成 以极定一号为核心的 航天信息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辐射上下游企业近700家 未来我们将在卫星批量化生产技术等方面 继续深耕 为东北的高质量发展 贡献积极力量 我们备受鼓舞 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将继续加快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步伐 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强化战略支撑作用 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东北是老工业基地 现在大家正围绕优势产业特色资源做文章 在辽宁沈阳中德产业园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正加速形成 在内蒙古当地依托风光资源 加速布局新能源产业 再建和拟建的新能源规模超1.6亿千瓦 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在吉林 严松花江的29个文旅项目 正加紧建设 当地利用生态资源和冰雪经济 不断将冷资源打造成为热产业 吉林省牢固树立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 目前我们已建成75座华学厂 拥有319条雪道 华学厂单日最大接待规模 达到了12万人次 下一步我们还将深挖冰雪资源优势 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紧紧抓住东北全面振兴 新的重大机遇 兼职国际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方向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在东北重振雄风的新增程上 展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 习总书记强调 东北地区要加快发展 风电 光电 核电等清洁能源 我们的项目每年可发清洁电量 35亿千瓦时左右 节约标准煤100万能左右 我们将风光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 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好国家粮食文产保供压仓时 是东北的首要担当 秋天的东北大地一派丰收景象 再过20多天 黑龙江的水稻将迎来收获 今年黑龙江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超过2亿亩 力争产量保持在1500亿斤以上 辽宁盘景160多万亩水稻即将丰收 卸稻供作的绿色重氧模式 让农民既封产又丰收 确保平时产得粗 供得足 极端情况下顶得上 靠得住 这是总书记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新要求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提升耕地质量 将盘景的193万亩的永久基本农田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确保粮食颗粒贵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总书记讲话给我们农民鼓足了干劲 我们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种植水平和效率 多打粮 打好粮 用粮食的丰产丰收提供东北振兴的基础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 在我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 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加快开放 在内蒙古今年前八个月 经满洲离铁路口岸开行中欧班列3300列 同比增长6.08% 在黑龙江黑河自贸片区 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主体建设已接近尾声 未来这里将为跨境电商运营 仓储物流等提供便利 未来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坚持守正创新 积极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 更好统筹贸易 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 全方位推动对外开放 共建一带一路 东通道全面保障 能源 资源 粮食 化肥等重要商品 高效通关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 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 建行动 建时效 当前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面临新的重大机遇 大家表示一定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咬定目标不放松 敢闯敢干加实干 相信在新征程中 东北一定能够重振雄风 再创佳绩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来宁心 铸魂 特别是要利用好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 增强我们发展的信心 提振我们振兴的精神 下一步 国务院国资委将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充分把握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宝贵机遇 以更加务实的举措 更加优异的成绩 助力东北地区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座场会上的重要讲话 是我们做好东北全面振兴工作的 根本征询和行动指南 下一步 我们将坚持加大支持力度 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 更好维护国家国防安全 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 能源安全 产业安全 奋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在第39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致信出席全国优秀教师代表 座谈会的各位老师 代表党中央 向他们和全国广大教师 及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大家表示 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以教育家为榜样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 今天上午 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本科新生 同上第一堂教师素养通识课 刚刚参加完全国优秀教师代表 座谈会的顾明远 带着同学们一起重温 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致信 激励大家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 在我们教育工作中说 贡献就是很充分地肯定 提出了教育家精神 对教师在当前新时代的教育 强国的过程当中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一个教师 很受鼓舞 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建设教育强国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提高教师的 教书育人的水平 在信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 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 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 以教育家为榜样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教书育人 培根注魂 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有力之称 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提出的教育家精神 体现了对办好教育事业的 殷切期望 将心有大我 制成报国的理想信念 作为教育家和优秀教师的首要标准 令我深感 教书欲人 责任之重 作为青年政治教师 除了传授专业知识 我会更注重把力得素人 惯惨在日常教育教学中 让学生树立 勤学 报国的越大理想 将来建设 伟大祖国 强教必先强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形成新局面 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结构不断优化 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底 我国各级各类专任教师 达1880.36万人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 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 比例为81.02% 其中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 比例为76.01% 新征程上 大家表示 要全面落实 力得素人根本任务 树立公耕教坛 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报复 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现如今 我们学校本科学历老师 已经超过了78% 这都得益于 这些年一系列好政策 今年教师节 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大教师的祝福 非常温暖 我们正在制定 教师能力提升计划 要把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放入其中 鼓励教师 坚定理想信念 起之用心 英才试教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青年教师 我要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勤奋独行 求是创新 努力成为一名四有好老师 教育引导学生 实践报国之情 砥砺强国之志 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拥有高水平 高技能的人才 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中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乐教爱生 甘于奉献的人爱之心 作为一名师范生 大学四年里 我将刻苦学习 砥砺品格 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 争取未来为建设教育强国 贡献力量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庆祝第39个教师节 当地时间9月10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印度新德里 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 第18次峰会 第三阶段会议并发言 李强表示 本阶段会议的议题是 同一个未来 纵观人类文明历史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始终是引领人类前进的灯塔 当前世界发展正处在一个 复杂多变的困难时期 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要坚定对未来的信念 增强对未来的预期 把眼光放长远些 积极应对困难挑战 李强指出 做好当下的事 才有未来的好 20国集团成员 应该发挥表率作用 从具体的事做起 努力把当下的事办好 当前最紧迫的 就是发展问题 我们应该把发展问题 置于宏观政策协调的 中心位置 建立更务实的合作机制 拿出实打实的行动 支持发展中国家 更好应对减贫 筹资 季后变化 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发展挑战 建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为共同发展 营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与会领导人表示 20国集团应展现责任和担当 推进国际合作 促进包容性 可持续 以人为本的发展 确保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 增进人类福祉 峰会通过了 20国集团领导人 新德里峰会宣言 当天上午 李强同与会领导人 前往圣雄甘地墓 敬献花圈 吴正龙等出席会议 当地时间9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新德里会见 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 李强表示 作为多集世界的两大力量 全球发展的两大隐情 中欧应当进一步团结合作 用中欧关系的稳定性 对冲世界形势的不确定性 防风险与合作不是对立的 不能把相互依存 与不安全简单化等候 更不应将经济问题 泛安全化 泛政治化 中国的发展和开放 带来的是机遇不是风险 中方愿同欧方 加强沟通协作 提升中欧经贸关系的 可靠性 稳定性 希望欧盟为中国企业 富欧投资经营 提供公平环境 冯德莱恩表示 今年以来 欧中交往不断加强 觉得积极成果 欧方愿同中方 加强各领域对话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挑战 当地时间10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新德里会见英国首相苏纳克 李强表示 中英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 双方联系日益紧密 我们要以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 更好造福两国和世界 中方愿与英方一道努力 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客观看待彼此发展 增进理解互信 推动中英关系 行稳致远 双方应当坚持开放合作 维护和扩大共同利益 共同反对将经贸合作 泛政治化 泛安全化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方愿同英方 生化经贸 绿色发展 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苏纳克表示 英方愿同中方进行建设性坦诚对话 加强经贸 科技等领域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构建稳定和互惠的英中关系 吴正龙等参加上述会见 今天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 在浙江嘉兴举行 170名火炬手参与传递 他们当中有先进模范人物 基层一线代表 也有体育工作者 科研人员等 其中 首棒火炬手是东京奥运会 羽毛球混双冠军 嘉兴是首枚奥运金牌获得者 王毅律 很开心 通过这个活动 去让嘉兴的人民感受压用的氛围 嘉兴站的火炬传递路线 以红船领航 祝梦未来为主题 路线全长8.8公里 沿途充分展示了嘉兴的历史文化 革命文化和现代城市景观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 昨晚进行第三次彩排 以全要素的方式 对仪式和文艺表演等环节 完成全流程测试 近5万名观众现场参与 本届亚运会开幕式 恰逢24节期的秋分时节 将以简约创新的方式 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 展示运动精神以及亚洲风情 并通过融合科技之力 与艺术之美 营造喜迎八方来客的美好氛围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023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今天发布 通过人物短片 现场访谈等形式 生动展现十位最美教师 一个最美团队 以及一位特别致敬教师的感人事迹 展现他们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 闪亮的名字 2023最美教师发布仪式 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 科教频道21点档播出 今天第134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 经广州海关监管顺利入境 主要是来自土耳其的冰柜 抽油烟机等 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 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预计有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多家企业参展 2023年中国国际智能传播论坛 日前在江苏无锡举行 论坛以新征程智无界为主题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位嘉宾 围绕智能媒体发展前沿趋势 创新路径等行业热点 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 中共代表团近日先后访问 柬埔寨、越南和老挝 会见当地政要、政党领导人等 宣戒中共二十大精神和三大全球倡议 双方表示 要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巩固政治互信 加强团结合作 推动双方关系 朝着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共同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而努力 据摩洛哥内政部的消息 摩洛哥8号发生的强震 已经造成2012人死亡 2059人受伤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此次强震影响超30万人 目前震后搜救行动正在紧张进行中 摩洛哥此次强震镇中所在的豪兹地区 大片区域处在大阿特拉斯山山区 镇中地区的航拍画面显示 当地老旧房屋损毁严重 大批无家可归的灾民在空旷地带避难 摩洛哥的历史名城马拉喀什 此次也受地震波及 马拉喀什城墙部分出现裂缝和倒塌 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建筑受损严重 街道上遍布砖块碎石 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展开搜救工作 由于住所受损以及担心余震发生 9号大量马拉喀什民众在空旷的街道上过夜 我们的房子都受损了 随时可能会坍塌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家 再次走进老城会感到心痛 看到这些倒塌的建筑 经历悲痛的人们真是令人难过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 9号主持专门会议 部署镇后救援工作 并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三天的哀悼期 摩洛哥内政部9号表示 民房救援部门以动员一切力量抗震救灾 政府的搜救队 直升机 无人机等 都已经参与到救援工作当中 同时安排工程车辆 医疗服务等 为灾民提供必要支持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 俄军对乌克兰电子侦察装备和无人快艇生产设施 进行了打击 俄方今天称 俄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附近的黑海上空 击落八架乌克兰无人机 在黑海蛇岛附近击沉三艘载有乌军士兵的登陆艇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称 乌军继续向梅利托布尔方向发起进攻 乌空军 导弹和炮兵部队 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实施了打击 乌军方今天称 俄军向基辅地区发射了33架无人机 乌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26架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 美国政府或将首次向乌克兰提供射程可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俄罗斯方面曾警告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武器或将引发局势升级 北约9号起在波罗地海举行为期两周的海军演习 更有来自14个国家的约30艘军舰和3200名人员参加 正在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也受邀参演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第八届东方经济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今年论坛的主题为走向合作和平与繁荣 将重点关注新形势下的国际合作和远东与亚太发展合作等议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2号举行的论坛全会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 芝加哥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四人身亡 其中包括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有四人受重伤 报道称 大部分枪击事件中没有嫌疑人被逮捕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显示 截至10号 美国今年已有近3万人因枪支暴力丧生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